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球队,我是陈教练,就是陈教练 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实战当中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变线 就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动作需要想 尤其是如何摆脱对方的攻击,然后如何防守对方的攻击 还有一个如何去迷惑他,只要你把这三点,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去攻击他 把这四点都给掌握好了,那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拳手 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变线就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正常合理的进攻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加另外一个组合的时候 我们却走到了另外一边,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 就是变线,然后跑到他另外一次,对方可能做一个前面的一个攻击 另外一次,然后去攻击他的头也好,肚子也好,腿也好 就是一个进行的变线,那这种变线呢,是速度很快的 一踢,对方可能也可能会知道你可能要变线 所以说他动得痛,打完之后马上就转身就会面向你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细看这个格斗的一些比赛的话 我们很难看到这些细微的这些小动作 OK,那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做这个变线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素质 首先我们要习惯两个,一个动作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颠簸,比如说我们打前拳的时候,我们颠后脚这样 颠后脚出,颠后脚这样出 当我们把后手指拳打出去的时候,我们是颠前脚这样出 颠前脚这样出,出边腿 那变线呢,就是要具备你首先会颠簸的这个习惯 这样子你才可以变线 你才可以快速的把你的位置挡开 所以说我们是要这样子,这样子之类的 碰碰,这样子变线的这个,颠簸的这种能力 OK,那接下来呢,讲第一种变线的动作 就是前手直拳,当我们打到前手直拳的时候的话 我们颠我们的后脚,然后进行一个右侧方,左侧方的一个变线 然后对方呢,就是配合的人呢,给你一个正面的一个直拳 那你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意识 基本上的话,要掌握这个速度 就是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掌握这个速度 然后把你的变线做到最好 如果说你这个变线在做的过程当中呢,速度慢于对方的拳 就很有可能就使你的这个动作变变形 因为它简单碰到你的肩膀,你的动作就出不来了 不管是碰到肩膀,碰到额头,都是会让你的动作出不来的 OK,这次的机会要注意一点 好,砰,砰,砰 来,再看一遍 所以说,砰,编线,换 好,这样的踢,换一下 变线,突然,变线 这样子踢出去 这是一个拳手直拳接一个变线动作的一个组合 那接下来就做两拳接另外一个右侧方的一个变线 一样的道理 把右侧进行一个变线 这是另外一个变线 其实这个动作我们之前有大概的讲过 就是关于踢边腿 踢边腿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个比如说对方做一个后手直拳 我们踢他的低边腿 其实这也是一个变线 这也是一个变线的一个过程 就是当对方打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变化了我的一个方向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去攻击对方 这也是一个变线的一个角度 所以如果去训练呢 首先我们要训练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让我们的速度 起腿速度很快 那如果让我们起腿速度快呢 我们不是有一个这样子吗 对不对 也是这样子踢 跌脚这样踢 所以说我们要多练这个动作 一 二 一 二 这样子 这样子 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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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去练习 这只脚也是一样 那你的速度很快 这样子的话你的起腿和交叉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大家可以练五分钟 练三五每天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颠步 这种习惯性 攻击一 一 二 这种习惯性 每天也是三到五分钟 练起五组 或者三到五组 这样子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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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